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的名 阿们 感谢耶稣 好 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自由的人 要不要自由 每个人都要自由 每个人都不喜欢被捆绑 当我们在自由当中 我们就能够活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就活得非常的积极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 我们要活在上帝的自由里面 这个自由有世界所谓的自由 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怎么样的能够活出那真正的自由 OK 好 我们来看什么是自由 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什么呢 自由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叫自由对吗 不对 那么什么是自由 很多时候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们说 我才不要信你的耶稣 因为信了耶稣没有自由 他所谓的自由就是 你信了耶稣基督 没有自由的抽烟 赌博 喝酒 瓢 欺骗人没有自由 所以我不要信你的耶稣 所以呢 他们所谓的自由 就是能够自由去犯罪 但是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所谓的自由就是 我能够很自由的 不受压制的 去做我不要做的事 神不要我做的事 我能够很自由的去胜过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呢 让今天晚上 神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要怎么样的活在 耶稣的自由里面 好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 我要打你就打你 OK 我要欺骗你就欺骗你 这叫自由 我有自由 这一些不是自由 这一些呢 就是放纵 放纵你自己的肉体 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那不是自由 自由就是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可以不做什么 我 我不想抽烟 我就能够很容易的胜过这个影 能够很自由的来胜过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 弟兄们 你们蒙招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 你们所谓的真正的自由是有自由 有这个能力去胜过 而活在当中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Amen 好 我们来看 真正的自由是不受到挟制的 我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文 不要再做奴 不被奴仆的恶恰制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这里说基督就是上帝已经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得以自由 释放我们什么东西呢 就是释放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恰制 就是没有被邪恶的势力恰制我们 使到我们去做邪恶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 你跟我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胜过了这种邪恶的势力 胜过了这邪恶的捆绑 使到我们能够很自由的不受影响 这个叫做不再被奴仆的恶恰制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看到没有 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被它吓着我们来走 比如说我可以很自由的 不被任何的坏习惯所影响 比如说很多人有抽烟 是白粉 赌博 他们有这样的那种坏习惯的人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会被这些灵恰着 他们不做心里就不平安 我那天有一个弟兄 他没有信主的时候 他是收塑胶石 我们说塑胶石 那么他每一次收工过后 他就去赌博 每一次回到家都跟太太说 他说我加班 今天加班 没有这样早回 有时三更半夜才回 所以呢 因为他为什么会去呢 因为他被这个赌博的影捆绑着 他一天没有去啊 就不知道怎么样好 走来走去 不知道要怎么样好 这种的反应就是呢 他在这样的自由当中 被这个邪的力恰着 他不做心里就不安乐 就好像有些我们的姐妹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每一次每一个礼拜都买万字票 那这个礼拜没有买到 他睡不着 他怕明天开出来 所以呢 这种 他是在这样的自由当中 他被这个灵恰着他 影响他 直到他不做 他心里面不平安 那是自由吗 那不是自由 那个是被捆绑了 被这个鞋子势力 赌博的人 吸毒的人 贪财的人捆绑着 直到他没有那真正的自由 OK 所以呢 我们在 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 这里告诉我们说 基督已释放我们 得以自由了 所以呢 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所影响我们 哈利路亚 今天你跟我信了耶稣基督 神说你跟我已经被耶稣基督 释放了我们 我们不被这些邪的势力 影响我们 我们能够胜过他 今天你信了主还被这些东西影响吗 今天你信了主还被这些 以前的坏习惯 以前的丰素习惯 影响你吗 以前的那种的不好的行为 还被影响吗 今天神告诉你说 他释放了你 你是自由的 你是得胜的 阿们 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讲到这个我们得以自由 我要讲一个故事 这里呢讲到有一个 动物园里面有一只狮子 这个狮子呢 从小呢就被带到这个动物园里面 他在这个动物园里面被铁笼关起来 自小就关起来 因为怕出来咬人 所以呢在这个笼子里面 只有蛇扯的 前面蛇扯 后面蛇扯 左边蛇扯 右边蛇扯 所以呢他就自小关在这个笼子里面 那么每一次动物园都有人来看 OK 来看狮子 那么这一个狮子呢 就老了 很老了 所以呢这些动物园的管理员就说 哎呀这个狮子已经老了 所以呢就给它放回去森林里面 让它能够自由 那么就将这个狮子放回这一个的森林里面 让它能够自由的活动 没有再关起来了 他们就观察到这个狮子 放住到这一个的森林里面 这个狮子呢 它起来走动 但是它走走走走到狮子这边 它又蹲下来了 那么它又再走另外一个方向 再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 又是这个范围射程 又不敢再前进了 它自由了吗 它已经自由了 它已经没有在笼子里面了 它是真正被释放出来了 但是在它内心深处 还是活在那一个无形的笼子里面 掐着 所以呢这个狮子呢 还是被这一个东西影响的 结果因为这个缘故 它死在这一个的匣子当中 今天你跟我信了耶稣基督 很多时候 我们都还活在以前的你 许多的搬当 许多的东西你不敢做 虽然是你信主 你还是不敢做 你还是活在那种老我 因为你有充满着惧怕 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会得到怎么样的后果 特别是我们华人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新年很多的搬当 甚至结婚很多要选日子 这样那样很多的礼节 那么这种的礼节 在都是根据以前拜拜 所留下的那种丰树传统 但是你信了主过后 还要这样吗 很多都还这样 人死了不敢去 为什么 因为怕去到了之后 它会碎 OK 所以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传统 在我们当中使到我们不敢 有许多的惧怕 今天耶稣告诉你 你信了耶稣基督 耶稣已经释放你 脱离这样的捆绑 你还要怕吗 若是我们还是活在 像这只狮子一样 虽然是放出完全的自由 还是被那无形的这种的瑕疵 影响着我们就会死在当中 今天你信耶稣 你的生命不能够成长 你的生命不会得胜 你还是活在过去那种的失败 那种的惧怕 那种的恐惧 为什么 因为你还被过去那种无形的 那种的笼子 掐着你 今天神告诉你 你要出来 哈利路亚 约安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有圣经 我们有圣灵 OK 我们有神的话帮助我们 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 你懂得真理 你晓得 晓得就是 不是只是头脑上知道而已 你晓得 我晓得神的真理 意思是说 我能够行出神的真理 那我再真正的晓得 我只是懂得 在头脑上 不是代表 你真的晓得这个真理 你要真正晓得 就是你已经行出来了 你已经行出来了 证明你懂了 那个你能够行出来的 才有真正的自由 这个的狮子在笼子里面 他要真正的行出来 走出他的挟子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若是我们还是活在过去 虽然头脑知道 我们不怕这些的东西 我们不怕那些 以前所传统下来的那一种的教导 虽然是我们知道 圣经也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生活上 还活不出来 还是很怕 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那你还在捆绑中 明白吗 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小的就是你行出来了 那个真理才能够释放你的自由 阿们 好继续看 没有自由的意思就是活在瑕疵当中 我们看这个例子 马可悲逸第五章二到第五节 耶稣一上传就有一个被污鬼扶着的人 从淫魂里出来迎接他 那人常住在魂墓里 没有人能锁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里是用铁链和铁链锁住他 铁链竟被他争断 铁链也被他弄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山中喊叫 又用势头砍自己 这是一个例子 一个被鬼扶的 他有家 他都不回家 不是他不要回家 乃是这个的铁链住在他的身上 掐着他 使到他不懂得回家 他在那里用石头割自己 没有穿衣服 你是正常的人 叫你一魂墓过夜 你敢吗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 是因为他被铁链掐着 他活在瑕疵中 明白什么叫活在瑕疵中吗 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控制 乃是被其他的东西来控制了 这叫做瑕疵 就像我说的 你被赌博的人控制了 没有去赌 你走又不是 站又不是 坐又不是 吃又不是 这种叫做瑕疵 那不是真自由 好 我们继续的看 OK 没有自由 OK 我们在情感上 没有自由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那么我们被妒忌 挟制 上罗纪上18章28到30 19章第1节 邵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又知道女儿米家爱大卫 就更怕大卫 常做大卫的仇敌 每逢菲利士军长出来打仗 大卫比邵罗的臣朴做事精明 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邵罗对他儿子耶拿丹和众臣朴说 要杀大卫 邵罗的儿子耶拿丹 却甚喜爱大卫 从这一个的例子我们看到 为什么 邵罗要杀大卫呢 因为当 大卫做了什么事情 他杀死了 格利亚 然后当时的人怎么样 当时的人就说 大卫杀死 万万 邵罗杀死 千千 大卫那个时候是做王啊 他听到他们那里的妇人 这样的喊叫 将荣耀归大卫的时候 他心里就充满着妒忌 我是王 你们说 那个大卫 万万我才千千 我哪里可以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他被妒忌的灵 吓着他 控制在情绪上 他妒忌大卫 他 使他不能够爱大卫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少罗 他不能够 与主同作王 他被妒忌的灵 控制到他 结果 因为这个缘故 他追杀大卫 他一直的追杀 大卫 为什么会这样 若是他没有被这一个 妒忌的人控制的话 大卫所成就的一些 他应该感觉到很高兴 哇大卫 你看你神多么的使用你 让你能够有这个能力 他会将这个格力杀掉 他应该为他感觉到高兴才是 若是这少罗活在真正自由里面 他会这样 但是呢 没有 他被妒忌的灵 控制他 很多时候在我们当中 当人家做得比你好 你会怎么样 你会跟他一起高兴吗 还是你妒忌他 为什么他会比我好 所以呢 假如我们有在情绪上有这样的反应的话 我们还不是真正的自由 情感上还不是自由的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另外一个呢 就是被怒气 挟制 创世纪第四章五到第六节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 你为什么变了脸呢 这里呢 讲到有两兄弟 一个是该隐 一个是亚伯 两个人都献祭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神悦纳谁的献祭 谁悦纳谁的献祭 亚伯的还是该隐的 看不中该隐 看得中谁的 亚伯 所以呢 上帝悦纳亚伯的献祭 他不悦纳该隐的 那么该隐在那里怎么样 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们 发怒 哇 他生气 变了脸色 结果怎么样做 上司机第四章第八节 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 两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的弟兄亚伯 并且将他 杀了 所以呢你看 从这个的例子我们看到 他因为被怒气 恰着 OK 被怒气恰着 看到这些的东西 看到他自己的兄弟 得到神的称赞 而他没有 他就生气起来 结果 因着这个的生气 因着这个的怒气的挟持 结果他将他的兄弟干掉 将他杀掉了 他不能够与主同舟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刚才我说 我们看到一些人比我们成功 我们有没有妒忌 有的话你还不是真正的活在上帝的自由 如果是一些东西 刺激到你 不满意 你不满意他所做的 你的反应是什么 很多时候都是怒气 很多时候就是生气 若是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被这个的怒气 我们老我的生命所下自我们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与同乐的一起享乐 与悲哀的一起悲哀 神要我们真的不要给这些的妒忌 怒气影响我们 若是我们相信了主 还被这个的怒气影响的话 我们的生命跟没有信主也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活在不自由 因为我们动到点就被他捆绑 要生气 动到点就开始要妒忌 别人 你知道吗 妒忌怒忌这些 到最终会将人干掉的 所以这些都不是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 阿们 继续的看 看念 路加福音第22章3到第6节 这时撒旦录了那称加勒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犹大 由祭司长并守殿 商量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 他们 这个是谁来的 这个人是谁 谁去卖耶稣 犹大 犹大出卖耶稣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跟犹大说 敌人跟犹大说 他说你将耶稣交给我 我给你30两银子 那个时候 犹大看到有30两的银子 结果心中就怎么样 就开始了 要出卖主耶稣 结果他安排一个机会 带这一些敌人 带这些兵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就假假去抱下耶稣 Kiss一下他 他这是暗号告诉敌人说 这个就是你要杀的 为了30两银子 犹大是耶稣的门徒 他结果将耶稣出卖了 被敌人抓去了 所以呢他有了这个贪念的心 出卖主耶稣 今天 我们有没有因为贪念一些的东西 不认耶稣 出卖耶稣呢 很多人 特别是在他们 所在工作场所 甚至一些人 他去找工作 他明明知道这个工作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为了这个钱 他愿意的将耶稣的不要 他要 这一个 所以呢结果 他否认自己的信仰 为了得着这一份 非常 好的 工钱的工作 你的表现就是像犹大一样 犹大他因为贪念 结果被挟制 将耶稣出卖 今天让我们活在神的自由里面 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贪念 一些人给你一些的贪念的东西 使到你能够 出卖主耶稣 使到你不要主耶稣 今天神要我们好好的 在上帝的面前 以他一种的种作王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什么是万恶之根 贪财 贪财是万恶之根 当然我讲到钱财 还有很多的贪念的东西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信的主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要因为去贪念 某一样的东西 这样耶稣都不要了 若是你是这样的话 你是活在这个贪念的 这个恶里面 被他恰着你 牵着你走 Hallelujah 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要按照神的话语 我们才有那真正的自由 你行出神的话语 那你才真正的自由 你不受影响 你很开心 因为你的一切 你的决定 你照神的方法做 你照神的话语做 谁负你的责任 谁负 你照耶稣的话去做 你照耶稣的意习去做 是谁负你的责任 耶稣 若是你照你自己的意思 耶稣不负你的责任 你自己要负你自己的责任 你要谁负你的责任 神看顾天上的飞鸟 神也会看顾你 神照顾 我们哪根头发掉了 他都 知道 他都数算你 过你的头发 你们当中谁算过你自己的头发 有倒枝 倒根 从来没有做过 但是今天耶稣告诉你 我数算过你的头发 证明耶稣是多么的关心你 多么的爱你 阿们 所以呢不要被贪念 来 困绑你 吓着你 还有 去怕 《圣摩记》上17章10到11节 那斐利斯人又说 我今日向 以色列人的 军队骂战 你们叫一个人出来 与我战斗 邵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 斐利斯人这些话就惊慌 记起害怕 这里讲到 谁害怕 当法律 当斐利斯人这一个 格利亚出来的时候 谁害怕 以色列子民害怕 还有 以色列这个王害怕 这个王是谁 这个王是谁 不懂啊 邵罗 当时邵罗在那里做王 当他的敌人派出格利亚一个非常高大的战士出来跟他们挑战 结果他们每一个都躲起来 在那边发抖很怕 他们活出了惧怕 选择 逃避这一个的仇敌 邵罗跟以色列的子民 他们为什么会惧怕的 因为他已经忘记了 那个万王之王万族之主 救他们出来的上帝 他们用自己的意思 用自己老我来反应 看到一个势力比他强的 看到一个势力比他 好的 看到自己的微小 他们是巨人 我是咱们 所以就开始惧怕 上帝 上帝在以色列 子民当中 学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超过自然的神迹奇事 他们 已经忘记了 他们 神里面 还是被惧怕 吓着他 所以呢 这一般 以色列子民 逃避这一个的仇敌 还是一样的失败 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充满着惧怕 今天你信了主 还惧怕吗 怕不怕 惧怕有很多种 怕死 怕病 怕黑 怕鬼 你是哪一个怕 怕穷 都是很多的怕 今天 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有这样的惧怕 今天你信了耶稣 还有这个怕吗 有吗 还有吗 若是你还有的话 你就被惧怕的灵 捆绑着你 使到你 一直的担心 一直的惧怕 耶稣在你生命中 难道 没有什么作用吗 你没有耶稣也是怕 现在有耶稣还是怕 那么耶稣在你的生命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 好好的来怨插我们自己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超越过这些敌人的神 圣经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 我们用惧怕能够胜过仇敌吗 绝对不能 我们只有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就能够胜过 一切的仇敌 今天 你的仇敌像山这样高 耶稣 像砸门这样小 所以为什么你怕 我们虽然是遇到种种 我们会遇到种种的问题 只要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一种的捆绑 阿们 我们还在这样的捆绑当中 快快的出来 另外一个 被欺骗 瑕疵 史书行传第五章 一到第五 有一个人名叫 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营私自留了几份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他的几份拿来放在门徒脚前 彼得说 亚拿尼亚为什么 撒旦充满你的心 教你去用圣灵 把田地的嫁营私自留下几份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的吗 寄卖的赢家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兴起这意念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 副导断了去 听见的人都胜去怕 这个例子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讲到有一对夫妻他卖了田产 那个时候呢 五旬界的时候圣灵很大的运行 他们都反悟公用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大家 反悟公用 这两对夫妻呢 他们有产业 他们也拿来卖 卖了之后呢 他们要将这个钱拿出去 给匹德 那个时候是匹德 在那里 OK 那么他要拿给匹德 叫匹德将这个钱分给当中的每一个人 叫他们能够 享用 他所卖的田产的钱 但是这对夫妻他怎么样做呢 他以为上帝不知道 他跟上 他跟彼得说 这就是我卖所有的田产 其实他已经留下了几分 他讲骗话 他以为神不知道 结果怎么样 神知道不知道 知道 他还是这样做到结果他死在彼得的脚全 严重 严重不严重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再被这些欺骗的灵影响我们 很喜欢 很喜欢讲骗话 骗人 为了要保护自己 骗人 让人家 知道你做得很好 其实 你已经私下已经做了一些的手脚 神不许 神不许悦他 神不许悦我们这样的 神不要我们被欺骗来恰之我们 常常讲骗话 以为神不知道 你做的东西以为神不知道 骗你的太太 骗你的丈夫 骗你的同工 骗你的朋友 所以这些的行为 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做的 今天你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要好好活出基督的生命 OK 亚纳尼亚用假话欠人马上死亡 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懂得如何的 在活在神的真理里面 OK 神会给我们智慧怎样做的 神会给我们智慧怎样的讲 但是我们不要 知道这样是骗的 我们 用这个方法 OK 好 另外一个 被宗教的灵挟制 马太平23 25到26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律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洗尽 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盛满了热缩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律赛人 先洗尽 杯盘的里面 好叫外面也干净 这是法律赛人 法律赛人是怎样的人呢 法律赛人是很懂得圣经的人 而且他也很守圣经条例的人 甚至他们 他们 他们有祷告甚至近视 但是内心深处 没有改变 内心深处还是充满着 诡诈 充满着邪恶 充满着苦毒 充满着报复 外面给人家看到 哇他会教圣经 他会 他会很爱主 他祷告 他很虔诚 甚至近视 外表做得非常的好 里面 没有一点的改变 这种人叫做假冒为善的人 他被 宗教的灵 控制他 外表虔诚 里面 没有改变 他没有属灵的眼光 不能够与主同作王 今天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 很重要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要依照神的话 我们里面跟外面 一定要 并行 不要口 喊耶稣是你的主 里面做的完全是相反的 这种是叫 被宗教的灵 掐着你 口不对心 行为讲主 行为行出来 不对我们内心 这种是 耶稣最讨厌的 叫做假冒 为善的人 所以呢我们信主 要好好为主而活 活住基督的生命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得荣耀 Hallelujah 这个邪灵来的 我分享这些都是邪灵在这些 来捆绑我们 使到我们活不住基督的生命 好 另外一个被财宝挟制 马太平一十九章二十节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行了 还切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产业太多了 这种人是被钱财捆绑的 太多钱了 他问耶稣我要怎样的跟随你 耶稣说可以啊 你要跟随我可以 将你的钱财全部卖掉 结果他有没有跟 没有跟 为什么没有跟 因为跟耶稣要卖财产的 所以他不跟 这个是一个例子罢了 OK 一个例子 所以呢很多人呢被这个的钱财 捆绑着 被钱财捆绑的就是 他 被这一些指使他不愿意 付代价 不愿意牺牲 为了追求更多的财产 不愿意付代价 来认识耶稣 不愿意付代价来聚会 不愿意付代价去传福音 因为他要顾着自己的钱财 怕失掉 所以呢他不能够 有自由的来跟随神 来服侍神 这个是被 财宝 下载 阿们 所以呢神祝福我们有钱 我们更加的 要来 服侍他 用神给我们的来服侍 我们才不会 被他 恰着我们 我们才不会被他指使 没有时间给神 只有时间追求你的钱财 OK 好 另外一个 我们要得着 今天我要问大家 你有真正的自由吗 你有真正的自由吗 我讲了这么多 这一种的例子 你有真正的自由吗 OK 那真正的自由呢 就是 你离开 奴才的恶 恰着 加拉在书五章 第一节 基督释放我们 叫我们得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 奴仆的恶 恰着你 若是你不被 奴仆的恰 恰着你的话 你真正的活在 自由里面 活有基督的生命 不被在 旧的生命 所影响的话 那么你才能够 遗祝同作王 你才能够 去得人心 你要得着一个人的心 若是你的生命 充满着 被这些 这些灵所恰着 你能够得人心吗 你心中充满着 肚气 肚气 你心中充满着怒气 充满着贪念 充满着惧怕 充满着欺骗 你能够去得人心吗 人家要跟你做朋友吗 一定不能的 所以呢我们要得人心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 我们要将福音传给 许许多多的人 怎么样传给他们呢 你不是说 你要来信耶稣 不信耶稣 就下地 他就会信的 不是的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一个人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去得着那个人的心 你得着他的心 你就能够得着他整个人 所以呢我们 要 真正的去得人心 我们就要活出那 真正的自由 不受到我们的那种在群细上的 妒忌 怒忌 参念 惧怕所影响 所以 瑕疵我们 我们就能够得人心 若是我们活的 真正的有上帝的喜乐 有上帝的平安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 我们愿意 走第二里路 我们愿意没有条件的 去帮助人 去饶恕人 去接纳人的话 我们一定能够得人心的 阿们 所以呢 这个是 离开 奴才的 恶 进到神 真正的自由 那么我们 活的就有荣耀 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 罗马书第8章21节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 败坏的瑕疵 得享神 而你自由的 荣耀 在这里我们知道 创造主 我们都是他的创造物 创造主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 他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荣耀呢 就是 我们能够 活出 他的生命 我们能够活在 那真正的自由里面 我们能够 活出基督的生命一个性 神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 得荣耀 阿们 所以呢今天我们信主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行的一切 我们一定要 脱离这种 奴仆的 恶 使到我们能够所做的一些 以主同做王能够得人心 能够让创造我们的主得荣耀 阿们 所以呢 不要让上帝 将我们 拯救了 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他的名字羞愧 这不是神的心意 若是我们是活在这一种的 邪的 卢补的 瑕疵中 我们就会 羞愧神的美 怎么样的人 你怎么样知道你有真的自由呢 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刚才我在信息有提到 你怎么样知道你是有真自由 你怎么样能够一个有真自由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 一个能够 活着基督个性的人就有那真正的自由 基督的个性 是什么知道吗 什么是基督的个性 耶稣的个性是什么呢 在 以新基督第一章第10节 讲到 那个活物 有四个脸 圣经所讲的 这个活物 那个四个脸 就是 代表 耶稣的个性 这四个脸是什么脸呢 我们要活着基督的个性 就是要有那四个脸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要活着 人的脸 人的脸是什么呢 人的脸就是 这个人是有目标使命的 一个人没有目标使命的人 每一天起身起来不知道要做什么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的 乱七八糟的 生命没有持续的 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你说这一种人 是活在上帝真正的自由吗 邪灵很容易的掐着他 做 邪灵要他做的 所以我们要 一个有真正自由的人 是有活住人的脸 有目标使命 这个人是有持续的 第二 有 活住真正自由的人 就是他能够活住 基督第2个个性 就是老鹰 老鹰的脸是怎么样的脸呢 老鹰我们知道 圣经讲到老鹰是讲到有取世性的 OK 有取世性的 被圣灵引导的 所以怎么样的人能够 活住真正的自由 就是这个人 在他的生命中 常常有花时间 祷告 读圣经 常常顺负圣灵被圣灵引导的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借着祷告让圣灵 带领他去做的这种人 就是活在真正的自由里面 圣灵不会叫他去做坏事的 圣灵不会取世他去欺骗人的 圣灵都会引导他活在神真正的自由里面 活在神的坏语里面 有取世性 有圣灵带领的 有眼光的 有创意的 这种的生命 是真正自由的 另外一个的 基督第3个脸呢 就是狮子的 狮子的是讲到团队 OK 讲到团队合群的 老虎跟狮子不一样 老虎是一个人的 单独的 一山不能藏二虎的 狮子就是合群的 一大群在一起的 讲合意的 讲关系的 所以怎么样的人能够真正的活住 真正的自由呢 就是有狮子 活住狮子的脸的人 他做中关系的 讲到关系 我们怎样建立关系 怎样建立关系 有两样东西 必须我们一定要懂的 使到我们能够建立关系 我们要建立关系的话 我们必须要 注重人 超越过事 就是说 很多人都要求你做事 一定要好 你不好就将你 set down 好像公司一样 OK 你不好我就要将你set down 这一种的就是你做事不好就将你 set down 但是我们要建立关系的话 我们必须要 做中这一个人 超越过他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关系 就会建立起来 你的太太每一天 煎鸡蛋都煎 冻掉 这个太太不好 每一次做事做到都 煎蛋都煎冻我 不要他 可以吗 会有关系吗 一定建立不了关系的 虽然他每一次煎蛋都 聋 烧焦讲课话 聋掉 焦掉 烧焦掉 但是我还是一样的 接纳他 我还是一样的爱他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的太太 一定 鸡蛋 越煎 就越美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 在家里要什么 将这些人 当作是一个公司 你不好就 我看的是工作 不是人 这种的关系 建立不了的 OK 若是你 刚才我讲的关系 你这样做在你太太身上 他会越来越爱你的 你们的关系 会越来越好 这是关系的建立 做中 人超越过事 另外一个呢就是 做中关系 超越过 对错 我们要建立关系的话 我们不要说 你做对 我才爱你 你做错 我就不爱你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能够建立关系吗 不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中什么 对错 都不要紧 但是呢 我要跟你有好的关系 我跟你有好的关系呢 你会 越做 越好 你会 越来 越好 OK 你会越做越对 所以呢 我们建立关系呢 我们必须要有 这样的理念 在我们里头 关系 才会建立起来 你关系好的话 你就会有一组人跟你在一起 当你有这一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有真正的合一 当你有真正合一的话 你就有那真正的权柄 狮子是讲权柄的 是讲合一的 是讲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能够 活住 狮子的脸 关系良好的话 我们就 活在那真正的自由里面 我们不会 被那些的 妒忌呀 那种的怒气呀 所影响我们 Amen 第四个脸 耶稣的脸 就是 牛的脸 牛是做什么的 牛是很勤劳做工的 那么牛是怎样的呢 我们 要用心去做 OK 那么我们要活着真正的自由 我们要去得人心的话 我们一定要 懂得走第二里路 OK 我们一定要进诸般的意 就是做超越过 他所要求的 你要走第二里路 本来不需要 去这样做的 但是你都愿意付这个代价 所以呢 这种你做的一切呢 就会得着那个的人心 刚才我有讲了一些 若是我们 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 你怎样知道你有真正自由的人呢 就是能够活住 基督这四个脸 你活得住这四个脸的话呢 那么 你就能够 遗祝同坐王 能够完成神 在你生命中的托付 就好像 启示录 3章21节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 付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样 就是遗祝同坐王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阿们 所以呢 我们 我要真正的大家看到 你假如在这一个基督的个性还活不出来的话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 加添 能够 很努力的 来付代价的去活住 这四个脸 使得我们能够活在那真正的自由 阿们 好 继续的看 谁有真正的自由呢 就是活在属神的体系 有丰盛的生命的人 有丰盛的生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有 信妄爱生命的人 OK 一个有真正自由的人 就是 他是活在属神的体系 不是活在属 世界的体系里面 一切所做的呢 都是 按着神的意思 在他内心深处 他是谦卑的 他对主充满信心 他对主充满爱心 充满着盼望的 神的恩高 随着他 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不会被任何东西挟制的 他不会被 惧怕挟制的 因为他有信心相信 这位神能够帮助他 他就能够脱离 这一切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你会更加的清楚 一个能够 有真正自由的人 是能够活着 基督 这四个脸 一个 有真正自由的人 是活在 神的体系里面 能够对上帝充满着信心 爱心 以盼望的 好 我们来看 你有真正的自由吗 你能无限的 饶恕人吗 圣经说 哥罗西书 3章13节 想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就要披止包容 披止饶恕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你生命中 还有人不能够饶恕的吗 圣经说 你要饶恕他们 无条件的饶恕 OK 马太分音18章21-22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 耶稣说主啊我得罪了 我弟兄得罪我 我饶恕他几次呢 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你对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你的饶恕 是没有说几次的 是 无条件的完全的饶恕 法太分音第六章15节 你不饶恕人的过犯 我的天父也不饶恕 你的过犯 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 神已经 释放你得自由了 那在你的生命中 还有不饶恕的人吗 有的话 你还在他的挟子中 怎么样的人 会真正 饶恕人呢 就是 有 信妄爱 刚才我所说的 你就能够 真正 活在自由当中 你对上帝 充满着这种的 爱的话 你里面就 没有任何的苦度 也有 没有任何的怨恨 你就能够很容易 去饶恕 那个人 阿们 好继续的看 一个有真正 自由的人 人 能不忧愁吗 你能不忧愁吗 有没有忧愁我们当中 一起生就很多忧愁 忧愁吃什么 穿什么 用什么 忧愁我等一下要怎么样做 OK 所以呢若是我们还是活在忧虑当中 忧虑这一个忧虑那个 上帝说我们被这一个恶恰着的话 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6章2829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白花怎么样长起来 他不劳苦不防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既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都不如这一朵花 天上的飞鸟 他不会忧虑没有得吃 OK 地上一朵花 他不会忧虑 等下你会拿锄头除掉 他不要开花 都不会的 鸟 花花草草都没有忧虑 为什么你忧虑呢 神创造我们这么的特别 他 为什么我们要忧虑呢 圣经在彼得前书5章第7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阿们 弟兄姐妹 上帝已经释放了你 你不要再忧虑了 一个有信望爱的人 对上帝充满的信心的人 他不会有忧虑的 好 继续的看 去怕 在以赛 耶稣亚记第1章第9 你取没有分 我取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 也有华与你同在 刚才我说了几种的惧怕 今天神告诉你 若是你还有惧怕的 神在这里告诉你说 无论你去哪里 他都与你同在 你还惧怕些什么呢 上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与你同在 你还怕什么呢 不管你是在 患难当中 苦难当中 剧病当中 贫穷当中 上帝说我看着你 我看天上的飞鸟 我也更加的 看着你 以赛亚书第11章10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所以呢 神叫我们 不要再去 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 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所以弟兄弟姐妹 神给我们的一切 神已经告诉给我们这一些的出路 所以我们还做不到的话呢 我要鼓励大家好好的去 培养起来 阿们 所以我们感谢神 OK 好 如何得着这真正的自由呢 我们要真正的自由 我们要不要自由 要不要 怎么样能够得着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一定要活在属身的体系 努力的建立基督的个性 我们要很努力的 建立 附带家的建立基督的个性 活出那四个脸 活出吸毒性妄爱的生命 我们有自由 就能够与主同坐王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着 真正的自由 所以呢今天 你晓得真理吗 神的真理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圣经里面 神说你要晓得就是你去行 你去行 你去做 你去活出来 那么你就有 神真正的自由 我们不要一直活在 这一种的 瑕疵当中 在瑕疵当中 你会在瑕疵当中里面死掉的 神要么活在真正的自由里面 好好的花时间 将我们的属灵生命 建立起来 将信妄爱的生命建立起来 将基督那四个脸基督的个性 就我们的生命建立起来 使我们 使我们能够能够得着 神所应许的真正的自由 阿们 神没有说你得自由 自然的会自由的 不 你要去付代价 去行出来 你要去付代价 去认识神的话 将神的话 付代价 去将他 看听想讲 行 使到他成为你里面的信念 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阿们 这个是你跟我 要付代价 要去做的 真正的自由 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 救我们 脱离这一种的瑕疵 是你跟我要去行出来 阿们 我们站起来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今天在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有真正的自由 祈求神帮助我们 魔鬼今天告诉你 魔鬼要捆绑你 撒旦要捆绑你 但是神今天要释放你 今天神要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 今天你在神的面前 我要大家回应神 会唱这首歌 这首 是自由 是自由的人 可以啊 跟我 好 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要你们仰望神 你们回应神 你们要真正的自由吗 你跟神讲 魔鬼要捆绑你 魔鬼不要你的释放 虽然那是你信主 但是他还不是要 他不要释放你 他还在控制你 今天神要释放你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好地对神说 神啊你来帮助我 你定心就在神的面前 将基督的个性与生命建立起来 付代价 付代价认识神的 使你活在真正的自由里面 哈利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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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低一点 太高了 哈利路由 他们仰望耶稣 不要仰望人 不要仰望 不要仰望四周围 专心地仰望神 神今天要给力量你 使你得释放 人不能够给力量你 只有这位神能够帮助你 神不要你 一直活在被瑕疵当中 要你从这个的环境中出来 今天你要对神 亲自的交代 哈利路由 在哪里 哪里 求有自由 世界虽有 劳苦中大 求主的灵来 求的灵来 是我 自由 自自由的灵 自自由的灵来 求你 来 来到我的里面 来到我的生命 天谁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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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拜 救有 自由 自有 贼 自有 自有 职 保护 自有 靠近的灵来 自我 我只有 几滴灵状 在哪里 哪里 咎有自由 世界虽有 牢固中的爱 有祢的灵状 在哪里 哪里 求有 自由 世界虽有 牢固中的爱 求祢的灵状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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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爹蒲料花水 雞儿多佛客 雞儿多佛客 雞野多佛客 雞儿多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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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獎 OD 中 cic 中 中 Aleluia, Alleluia, Kurra, Ba, Ba, Ba Oh, Yo Kurraba Shekiriya Ikiri Yo Kurraba Shantarakaye Oh, Yo Kurraba Shekiriya Oh, Yo Kurraba Shekiriya Oh, Yo Kurraba Shekiriya Ikiri Yo Kurraba Shekiriya Ikiri Yo Kurraba Shekiriya Aleluia, Oh, Alleluia Oh, Yo Kurraba Shekiriya Kurraba Shekiriya Ikiri Yo Kurraba Shekiriya Ikiri Yo Kurraba Shekiriya 让主的灵自由的运行 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圣灵 使我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自由 当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魔鬼的灵就不能够得逞 魔鬼的势力就不能够得逞 今天让我们的心打开 让圣灵自由的运行 完全让祂来掌控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降伏在圣灵之下 顺服圣灵的引导 顺服圣灵的取世 做成圣灵要我们所做的 使我们能够在神的自由里面 撒旦没有任何的势力 没有任何的权柄 因为上帝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他 已经得胜了他 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是活在神真正的自由里面 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宣告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是自由的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哈利路亚 是的主哈利路亚 神的圣灵 要大大的来释放我们 神在这里应许我们 我们愿意让他来引导 让他的圣灵来带领 神要让我们经历那真正的自由 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与神的圣灵来合作 使他能够成就那美好的事工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家 是的主哈利路亚 今天神非常的爱我们 要我们在灵里面得着完全的释放 今天你要神的灵来帮助你 给你力量胜过这一切 属肉体 属血气 这些邪的势力将你这手举向神 让神来帮助你 你心中充满着许多的忧虑 惧怕 你心中充满着许多的妒忌 仇恨 你心中充满着许多的怒气贪念 神今天要来真正的释放你 将你这手举向神 让神看到你的手 因为力量是从他而来 恩高是从他而来 神的恩高来会使到你的恶完全的断掉 主耶稣你看到我们当初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他们都愿意举举他们的手 表示他需要神你亲自的来帮助 主啊你就降下你的圣灵 降下你的能力 降下你的恩典 在每一个付求你的人身上 从今天晚上开始 他们是活在神的自由里面 不再受这一切狭的势力捆绑 不再受邪的势力所影响 他们是得胜有余的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祝福每一个愿意的 主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兴起他们 使用他们 让他们活在那真正的自由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能力 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将荣耀归为给主耶稣 耶稣配得这一切的荣耀 谢谢主耶稣 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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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